片语8B我们来介绍一下 第五个 Only by means of加名词 我有介绍什么 这个地方稍微要注意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补充 Only放在句首可以表示加强 这个时候呢 后面要接导装句 现在我们的区别在哪里 Only by跟 Only by means of 如果我们介的 介的后面是动作 比如说 我有介的努力工作 Only by working hard 那这个就要接动名词 假如你介的是名词 最好是用 Only by means of 这边就用名词 用hard work 努力工作 所以这是不太一样的 老师再讲一遍 Only by后面加ing Only by working hard 你接名词就要用这个 Only by means of hard work 就不一样了 好 这个要小心 那only one 后面也常常要接的是什么 导装句 导装句就是一用句的那个语法 注重时要掉钱 再看第六个 Base on on the basis of 是以什么为基础 通常以什么为基础 我们会用on the basis of Base on 可以当以什么为基础 不过还有一个 还可以用的就是根据 Base on 就是根据什么什么 这个就等于 according to 意思有点相通 第七个 这个to后面接的是名词 你看 once是所有格 后面接名词 所以这个to一定是介细词 这种是很好用的 通常在写作会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好 比如说令我这个高兴 to my pleasure 令他很伤心 to her sorrow 好 看补充 这一些片语啊 还有很多很实用的 可以用在句子的最前面 另外一个 to one's joy 比如说令我们很高兴 就用to our joy fright是什么 害怕 depression 是很沮丧 satisfaction 是很满意 disappointment 是很失望 所以你要写到这样子的含义 老师建议 多利用这些片语 很好用的 好 第八个 under who 以整体来讲 这个under who 跟as a whole 我们也是会混淆 大致上是这样子 under who 常常是放在句首 好 整体来讲 我们是怎样怎样 逗典 后面接句子 但是as a whole 常常会放在句尾 就是作为一个整体 我们看这个例子 let's consider the problem as a whole 让我们整体性的来考虑这个问题吧 所以这个地方under who 跟as a whole 也是容易出错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活学活用的练习 第一题 only trial 是尝试 and error error是错误 就是我有借的尝试错误这个方法 你看 can our experiment be successful 有没有看到 他把can 注动词就移到前面来了 好 主词在这边 动词就在后面 注动词 can后面接原型动词 那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出现的是 trial and error 尝试错误 所以接的是名词 答案最好是用 by means of only by means of 不要用only by 这样子没有那么好 这个是我们的experiment 实验才能够成功 没有错 不断的尝试 犯错又再改 犯错又再改 就跟爱迪生发明电灯一样 好 一千多次的实验 我们再看第五题 the pet dog 这个宠物狗 好 图栏间来个连接词 表示名词后面 突然间出现一个连接词 很可能 就是插入了一个什么啊 关系子句 所以主词是 这个宠物狗 动词在后面 die yesterday 昨天已经死掉了 好 那中间插入一个关系子句 连接词在这里 主词在这里 动词在这里 后面接时间 这个let就是指前面的宠物狗 什么宠物狗啊 she had a cat cat是养 它所饰养的这条宠物狗 养了多久啊 for 10 years 就是它养了10年的 那个宠物狗呢 昨天已经去世了 好 那当然啦 这个养了宠物狗去世了 一定是很伤心嘛 所以呢 我们答案应该是 令它感到很伤心 好 用sorrow 把答案给它完成 它一开始就要以to 但是那个所有格要随着主词改变 这边的这个主角是在讲 他 she 女生 所以要用to her sorrow 这个才正确的一个写法 不能用once 不可以 字典上我们看到 once 那就告诉你说啊 这个once 你在实际做翻译 做写作的时候呢 这个once 要改成所有格 要按照主词的不同 改成不同的所有格 这观念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第六题 老师不应该只根据 课业表现 来评价一个学生 好 所以 主持在哪里 老师 动词 这里有一个不应该是助动词 不应该怎样 评价 评价是动词 评价谁 一位学生 这是秀词 所以它的基本结构是这样子 那中间的插入的片语 只根据它的课业表现 这是中文常常把片语插到主词 动词的中间 但是英文一定要把片语移到后面去 因为英文的片语常常放后面 中文常常插中间 会造成翻译的困扰 现在把答案给它完成吧 老师 好 那就是 因为这里讲说 这个一位学生 所以这边 应该是讲一位老师 用单数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好 这个就是评价 评价什么 a student 一位学生 那么 只有根据它的课业表现 好 only based on 老师讲过 based on可以当作根据 好 only based on 这个学生如果是男的就用his 如果是女的就用her 那么 课业表现就是 这个 学校的一个表现 好 或者是直接写 performance表现 在哪一个方面呢 in study 在课业上的一个表现 OK 这样就 完成了这一题的翻译 重点是 only是加强 only based on 仅仅 依赖 这个only 我们还可以用 simply 好 或者是just 这都是副词 这个三个 可以相通 第七题 令我高兴的是 越来越多人 具有环保的意识 好 令人高兴 就是用这个 便宜啦 to once 好 高兴 我们把答案完成吧 这是讲我 所以呢 to my pleasure 后面句子 主词是越来越多人 more and more people 好 这样去要写动词 具有 具有 同学可能会用 have 没有错 have是正确的 但是还有一个 不错的一个 写法 叫develop develop是什么意思 已经培养出来了 培养出什么 这个意思 the awareness 有的同学写 那个sense s-e-n-s-e 不过环保意识 我们通常都是用 awareness 有这个警觉性 对环保的一个警觉 所以 我们常常会看到 the awareness s-e-n-s-s 当然你要写 the sense 也可以 s-e-n-s-e 好 什么 什么意思啊 off 环境保护 环境用形容词 保护用名词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好 这就是 很多人 已经慢慢的有了 已经具有 或者是培养出来了 这个环境保护的意思 这是很令我高兴的事情 好 这一组 都是一样 我们在翻译作文 非常实用的一些语词 我们在翻译作文 我们在翻译作文